就在刚刚 小镇发生了一个奇怪的事情 一个不明的怪物出现在了这里 这是一种常人看不到也摸不着的怪物 只要他一出现 就会给镇子上带来血光之代 这一切都被一个男孩看在了眼里 但男孩并没有告诉其他人 说了也不会有人相信他 男孩叫马克 是一名快餐店的厨师 就在这天 一个不明的怪物闯进了餐厅 悄无声息地观察着每一个人的表情 奇怪的是餐厅里的所有人都没有发现他 一旦发现他那人将必死无疑 唯独男孩从小就可以看见大家看不见的怪物 但为了保命 只好强装正定 心跳加速的同时 切黄瓜也比以前提升了一个档子 精湛的演技躲过了一劫 这时一大波怪物涌进了餐厅 巧的是怪物爬到自己女友的身边 仿佛要将女孩成为下一个稀释者 出于本能 男孩抛出绯闻 打断了女友的注意 就在这时 一个诡异的黄毛大叔走了进来 身后还跟着一只怪物 所有怪物都奇怪地围在他的身边 疯狂地吸食着他身上的气味 男孩傻掉了 头一次看到这么多怪物出现 这代表镇上会有更多的灾难 男人的举动非常的诡异 于是男孩决定一路跟踪他 途中 他的举动看起来似乎和正常人一样 不久大叔又来到郊区的房子里 经过观察后 男孩撬开门偷偷溜了进来 屋内有个烟灰缸 里面有两种不同牌子的烟筒 这里应该还有其他同工 突然紧闭的木门发出奇怪的声音 男孩慢慢上前 一阵寒气逼来 打开房门后发现 房间里的所有东西都冻成了冰 还发现了一个冒着蓝光的黑洞 他好奇地伸手去摸 黑洞突然扩张 很快吞噬掉整个墙壁 男孩快速地跑出门外 躲在门后观察 但可怕的一幕发生了 男孩打开房间的门 突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洞 他伸手去摸 像腾伴的东西迅速蔓延整个房间 男孩被吓得迅速跑了出来 躲在了门后观察 接着又看见一大波怪物从大门涌突 其中有只怪物好像察觉到了他 男孩屏住呼吸 幸运的是 怪物并没有发现他 最近小镇诡异的事情不断发生 等怪物全部离开后 男孩又悄悄地回到那个房间 此时的房间已经恢复正常的模样 男孩在房间里发现很多死者的照片 看上去像某种邪恶的陷阱 他断定那个黄毛大叔就是杀人恶魔 收集了这里的证据后 向当地的警方报案 并将事情告诉他 警官赶紧派遣手下去调查此事 有了警官的借骨 男孩也终于放下了心 男孩带着女友来到教堂楼底 说了自己最近看到的事情 刚说到一半 男孩居然看到黄毛怒狠狠地走来 样子也十分诡异 男孩想到对方是个杀人恶魔 赶紧带女友躲进房间 发现没了动静 男孩探出头查看 教堂里空无一人 突然女友这边的门杯撞过 男孩赶紧抓住女友的手跑了出去 骑上心爱的小摩托离开 随后女友赶紧拨通了警官的电话 告诉他这里发生的事情 当警官带人赶到时 发现教堂里破乱不堪 奇怪的是根本找不到黄毛的纸 警官猜测 狡猾的歹徒擦掉了犯罪证据 查到现在 根本没查到半点现实 晚上 男孩回到家时 结果发现厕所里的灯还亮着 男孩慢慢推开厕所的灵 浴缸里居然躺着一个死 翻过来一看 居然就是那个黄毛大叔 地上还有一把手枪 男孩愣住了 显然是有人想陷害他 来不及多想 男孩只好拿出被单 把黄毛尸体抬起来 放在被单上 突然男孩看到黄毛胸前的伤口 在谈谈他的手 十分僵硬 显然死了很久 男孩突然想到 当初在教堂 警官说没有找到黄毛的指纹 女友也说自己 其实没有看到黄毛大叔 难道 当时找上门的黄毛 是他死去的鬼魂 让他迷惑的是 为什么黄毛的鬼魂会找上他 男孩实在想不通 然后就把黄毛的尸体包了起来 拖上车带走 藏进了一个废弃仓库 随后又去找警官求助 赶到时才得知 原来就在刚刚 警官家里闯进了一个蒙面男子 对着警长轮开树枪 但警长并没有死 而是在医院抢救中 没有了警长的协助 男孩恐怕是难逃一劫了 他重新回到黄毛的屋子里 想找到关于黄毛同伙的信息 可惜找遍了整个房间 一点有用的线索也没有找到 就在这时 化成恶魔的黄毛再次出现 男孩正要关上冰箱 大叔的鬼魂突然出现在他眼前 但鬼魂是不能直接接触的 恶魔开始怒了 柜子开始发生了抖动 整个房间竟发生震荡 所有的异碎物品开始爆裂 男孩慌忙想跑 却被电视机营面撞了 恶魔操控冰箱 把男孩压到墙边 男孩起身继续跑 灶台也直接冲向他 他侧身翻转躲避攻击 接着他发现煤气开始泄露 男主飞身跳出了窗外 跑在爆炸之前逃了出来 线索没有找到 还差点丢掉了信物 就在一筹莫展之际 他想到或许能在恶魔的尸体上 找到线索 随后来到了恶魔尸体面前 打开一看 果然在恶魔的尸体上 发现了印有字母的纹身 这个字母他见过 一名叫大海的警官 手上也有同样的印记 原来这个警员就是恶魔的同伙 不久 一扇地狱之门出现在商场的楼顶 开始疯狂涌出大量怪物 很快就蔓延整个商场 一场大屠杀正要来临 忽然人群中传来一声尖叫 人群四散而逃 但商场的大门全被莫名锁 这下逃不掉了 慌乱中 一个手持机关枪的蒙面鱼 对着人群疯狂扫兽 而不远处 男主的女友也出现在这里 紧急下 男主奋不顾身地冲了过去 就在开枪的同时 周围无数怪物将他紧紧地中 疯狂阻止他的去掉 就在歹徒换枪的最后关头 一枪击毙了他 男主朝着女友的方向走去 在看到女友起身的那一刻 男主激动地流下了泪水 你以为战斗就这样结束了吗 然而并没有 他居然又看到有只怪物出现 他跑到歹徒面前 扒下刚刚歹徒的面具 这人不是凶手 说明凶手还在策划灾难 男主赶紧跑到地下室 他看到一辆货车 把后车厢打开 映入眼帘的事 整个车厢都是炸药 突然幕后凶手发现了他 对着男主连开竖枪 男主赶紧把后车厢关上 身受重伤的男主强行启动了货车 疯狂地冲到了小镇外面 凶手却死死抓住车门 爬上车 隔着玻璃开了一枪 男主快速闪躲 却还是被子弹划破了脑袋 距离爆炸只剩17秒 男主拉开车门纵身一跃 货车撞向路边的围栏 直接冲向桥下 炸弹瞬间一跳 灾难终于结束 男主在这次灾难中活了下来 等再次醒来 女友已经陪在他身边 由于男主拯救了小镇 他也成为了人们心中的英雄 但这些都不重要 往后的日子 他只想陪在女友的身边 过着幸福的小生活 他们一起吃饭 一起跳舞 一起看电影 过着只属于他们的二人世界 直到这天 警官找上了门 男主表情突然变得凝重 他转身 望向身后的女友 只见女友身上一片血紫 原来那天 女友其实已经死了 这几天陪伴男主的 只不过是他的亡魂 真相痛苦到无法接受 所以这些天 男主才装傻骗自己 但现在 是时候说再见了 男主看着女友 慢慢走向窗外 化成一片蝴蝶 慢慢地就飞走了 那份女友的爱 将永远活在男主的心里 请 để 吝点赞 订阅忍